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几个是文件包含漏洞的第二节课 这几个主要讲解的是初时与包含日志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目录 第一个是介绍文件包含漏洞形成的原因 第二个是介绍漏洞的分类 最后一个是包含日文件的利用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文件包含漏洞形成的原因 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 不喜欢做同样的事情 也不喜欢把同样的代码 比如一些公用的函数写几次 于是就把一些公用的函数写在了一个单独的文件里面 比如说share.php 然后在其他的文件进行包含调用的时候 在php里面我们就使用include等几个函数来达到这个目的 它的工作的流程 如果你想在man.php里面包含share.php 我们就会这样写include 然后就是share.php 这样就达到了目的 我们就可以使用share.php中的函数 像这个写死需要包含的文件名称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不会出现文件包含漏洞 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有的时候可能不能确定需要包含哪个文件 比如现在看一下下面这个文件的代码 如果接收到page参数传递过来的值 那就包含这个page参数传递过来的值 如果不存在 那就包含本地的当前目录下的home.php 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代码 这里代码 这里代码就是如果有设置这个接收到的参数值之后 我们就包含如果没有就包含 当前目录下的home.php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默认的包含了home.php home.php里面的内容就是hellohome.php 这就是包含了另一个文件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文件包含漏洞的分类 第一个就是本地文件包含 简称就是lfr 全称是local file include 就是本地的文件包含 常用的利用方式就是包含你一个服务器上存在的文件 可以是1.jpg shel.php 这种文件 第二个是远程文件包含 rfi 就是remotefile include 就是远程文件包含 当然远程文件包含需要在php inni的参数里面设置 开启 就是law url include 等于own的时候 常见的就是参数值提交为一个远程的文件地址 如hackme.cn 或者com.e.txt 包含漏洞不是语言的问题 而是人的思维问题 当然php中有四个包含文件的函数 主要是include include once require once include跟require的区别是include包含一个文件 如果出错的话它还会往下执行 而require包含了一个文件之后如果发生错误 那就不继续往下执行了 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下 只要是符合php语法的文件 无论是什么扣打名 它都会当着php文件来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在大全目录下传来一个php.jpg这个文件 可以来试一下 接受的参数是page 如果等于php.jpg的网 包含一个jpg图图片文件 我们会发现它还是会当成php代码来执行 执行了一个php.jpg图图片文件 如果我们在上一集目录的话 有个3.txt 我们发现也是会执行的 这个点点斜杠就是跳到上一集目录 要是点点再斜杠就是再上一集目录 你可以看到txt文件和jpg图片都可以当做php文件来执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php包含日志文件这个操作 当某个php文件存在本地文件包含漏洞的时候 我们却无法上传正常文件 这就意味着有包含漏洞 却不能拿来利用 这时候工具者可能就会利用aparty的日志文件来进行录清 aparty服务器运行后会生成两个日志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access.log和error.log aparty服务器的日志文件 进入了服务器对每次请求做出的响应有关信息 如果我们请求index.php页面的时候 aparty服务器就会记录下我们的操作 并写到访问的日志文件access.log中 那看一下 如果我们访问index.php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写一个访问日志 访问cmd.php到这边也会显示 如果没有的话 这边显示一个404 not found的字样 404 当然如果我们在原案器中输入 这个php代码的时候 它也会记录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回车 它是说包含错误 我们写进到服务器上看一下 最后我们可以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已经记录了我们输入的就是php代码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在输入监货号的时候 它流量器会自动进行URL转码 而URL转码之后的php代码呢 是无法进行执行了 我们包含这个文件也是没有用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boops的这个拦截工具来进行提交 突破这个流量器进行URL转码的这个操作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搭配 在里 监听 回车 我们在这边写上 等一下回车 我们再到服务器上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 这样是监货号没有进行转码 我们再来包含这个文件 access.log这个文件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pgpinfo这个函数已经能够执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如果我们在这边输入一句话 一句话木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包含这个文件来进行拿取服务器的权限 当然一般这种情况是在我们在服务器没有上传图片这种 上传头像这种功能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了一些操作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需要包含阿波奇日志文件的时候 你需要阿波奇日志文件的地址 这个地址需要大家来收集 每个服务器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已经列出了几个常见的地址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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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